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九课的学习 第九课主要我们学习动词句 动词在日语里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动词学习好了 对于后期日语的学习很有帮助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动词 动词表示人及事物的动作作用及存在的词 比如说跑跳读写 在日语里面 动词的分类有两种 第一按照其语法作用分 可以分成字动词和它动词 按照活用可以分成咖遍动词 撒遍动词 一段动词 五段动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按照活用形式的分类 在日语里面 动词的活用形式非常重要 而动词的活用形式 根据动词的类别不一样 分类方法也不一样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根据动词的词尾不一样 我们把它分成咖遍动词 撒遍动词 一段动词 五段动词 咖遍动词它只有一个 就是大家学到的 来 来 来 一个 来 nous的基本形式 是する 或者以する结尾的一些词 一段动词我们学习 首先需要清楚 一段动词的特点是已露结尾 Ru前面是一段或者是A段 5段动词除了这三类以外 剩下的都是五段动词 学过五段动词会发现 五段动词的特点 它的词尾都在五段上面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 咔遍动词 咔遍动词只有一个 最常用的一个动词 就是来 动词原型是くる 写汉字写一个来 后面加一个词尾くる 第二类是撒遍动词 撒遍动词的基本形式是 する 或者以する结尾的相应动词 但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 撒遍动词还有许多派生词 这些派生词的形式 前面是一些名词 后面加上する 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撒遍动词 这些组成分别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汉语词汇加する 比如我们学习的 学习 勉強 勉強する 第二类是由外来语加上する 比如我们学习到的敲门是 knock 给它后面加上する 变成一个knockする 就变成了敲门这个动作了 再下来是一段动词 一段动词我们具体把它分一下 可以分成上一段动词和下一段动词 上一段动词是特点 以路结尾 路前面是五十音图里面的一段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一段分别有 所以当一个动词词尾是路 路前面是一段的某一个词 这时候它就叫上一段动词 比如我们看一下 这张表里面 动词 以路 它以路结尾 路前面是五十音图一段里面的一 所以这个单词是一个一段动词 再比如 起路 结尾是路 路前面是ki 所以这个动词也是一段动词 同样大家可以把一段回忆一下 一段的所有音 同样 如果以路结尾 路前面是A段的音 我们这时候把它称为下一段动词 比如我们表格里面出现到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五段动词 五段动词 刚才学过的前三类动词 kaben动词 一段动词 saben动词 除过这三类以外 剩下的都是五段动词 五段动词我们学过之后会发现 五段动词的词尾都在 五段 都在五段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个 比如说动词 das 看它的词尾 既不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kaben动词 kuru 也不是我们学过的saben动词 suru 同样的词尾也不是 所以这时候它是五段动词 五段动词 再比如说 asobu 玩这个单词 一看到它的词尾 通过确认 它不是kaben动词kuru 也不是saben动词suru 更不是一路结尾的 所以它是新的一个五段动词 所以我们学完之后会发现 五段动词的特点是 词尾都在五段 但是我们不能说 词尾是五段的 都是五段动词 当我们在使用字典的时候 查到的动词会有两种身份 即就是按照刚才分类的方法 它是从语法意义上分的是 自动词还是他动词 还是从活用变形上面分类 分的是哪一类 比如说我们查到了kaku kaku在字典里面 会给大家出现一个 写一个他五 那表示的意思 它是他动词五段活用 所以在计单词的时候 我们必须同时记住 动词的两重身份 这对于掌握动词的词位变化 以及后期的正确应用 至关重要 在日语里面 我们还会在初期阶段 学习到几个动词 它的形式上 我们看到 它是以录结尾 录前面 也分别是一段 或者是A段的音 但是这些词 它不是一段动词 实际上它是一个五段动词 大家可以把它单独的记忆 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 这些常用的特殊的五段动词 帰る 回去 我们一起观察 是以鲁结尾 鲁前面是A段的A 这时候我们从表面上看 会觉得它是一个一段动词 但是实际上这个动词 是一个五段动词 同样的 知道 知到 知到 这个动词 我们发现 结尾是以鲁结尾 鲁前面是 し し的话是我们的一段动词 一 期 し 所以的话 这是一个以鲁结尾 鲁前面是一段的音 我们从外表看 会认为它是一个一段动词 而实际上这个动词 是一个五段动词 所以我们在初级阶段里面 会掌握下面的这六个 最常见的 外形是一段动词样子 实际上它们是五段动词 帰る 入 いる し 走 切 希望大家把这几个单词 着重记忆一下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到的就是 动词的分类的认识 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我们黑板上出现了 所有的一些动词的原型 希望大家自己能够把它能进行 动词的分类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 简单验证几个 比如第一个 起 我们观察它以鲁结尾 鲁前面是 き 所以它是一个一段动词 它表示的意思是 起床 起床 我们需要自己来起床 所以它是一个 自己就能完成的动作 所以我们查到它 会知道是 自动词 一段动词 同样 这些例子 需要大家 每一个人 把它认真的 确认一遍 再比如说 休息这个动词 我们看到它 以鲁 以鲁结尾 那它就是一个 词尾 是一个 五段 它既不是我们全面学到的 咖遍动词 くる 也不是我们学到的 サ遍动词 する 更不是以鲁结尾的 一段动词 所以它就是一个 五段动词 同样 休息 也就是自己 就可以完成动作 所以希望大家 自己把 屏幕上出现的 这些动词 每一个 从词尾 变化 确认一遍 它是 分类里面的 一段动词 咖遍动词 还是 撒遍 五段动词 同样 在语义理解上 也把它的 自动 它动性质 理解一遍 下面的练习 同样是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红体标记的 heil这个动词 heil单词 我们一看到会以 鲁结尾 鲁前面是一个一 所以它是 一段动词里面的一 这样它的外表 我们会容易把它 误认为是 一段动词 实际上 是我们学到的 特殊的 五段动词 希望大家自己 一定能够 确认清楚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 动词分类 希望大家回去 通过我们的讲解 一定要把 所学过的动词 进行明确的确认 这样便于我们 后期的学习 为后期动词活用 打下坚固的基础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下坚固的 词分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下坚固的